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水退去之后还爆发严重的鼠热疾病 目前已经有9个人死亡 因为当地的卫生条件不佳 卫生单位预估死亡人数恐怕还会再继续的攀升 印度的医院里头病患急得水泄不通 不论是大人、小孩全都是因为在淹水的时候 经由带菌的动物尿液感染到传染病 至少有300名的患者出现肌肉痛还有发烧的状况 当地的卫生部门开始发放预防性的药物 同时警告要防堵祸乱还有伤寒这些和水有关的疾病发生 美国东南部现在有一个热带风暴 戈登已经扫过了佛州 目前正朝着路易斯安那州的方向来前进 运送大批的沙包 美国东南部地区已经开始下起大雨 热带风暴戈登以每个小时80公里的风速 在美东时间星期一 那么在佛州的南部带来风雨 预估星期二的时候威力会再增强 在路易斯安那还有密西西比州之间登陆 部分地区已经下起200毫米的降雨量 而在密西西比河的河口附近也掀起1.2公尺的浪头 美国的国务院宣布将停止金元联合国救济工作处 并且指出这个组织有不能挽救的缺陷 然而这项举动将会影响到500万巴勒斯坦难民 不仅会引发巴勒斯坦当局的反弹 还有可能会加深中东局势紧张 以巴和谈也恐怕会遥遥无奇 民众在门口排队领取救援物资 一包包的物资都是要送往难民中心 美国上周五正式宣布 不再经济援助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 受到影响的包括工作署营运超过700所学校 以及50万名学童 50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将近150个主要医疗中心 巴勒斯坦民众周日上街游行 表达对川普政府的不满 事实上近几年来美国一直是工作署最大援助国 光去年就援助超过三亿五千万美元 占工作署预算的三成 这次停止援助 川普政府表示主要原因是大量资金缺口 以及各国负担不成比例 不愿意再投入更多资金 但不免被外界怀疑是否和川普外交盘算有关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支持美国的决定 认为巴勒斯坦难民是导致两国冲突不断的问题 巴勒斯坦驻美代表则强烈批评美国 违反国际承诺 并呼吁各国帮助难民渡过难关 大爱新闻扬情编译 国际间其他新闻焦点 继续带您掌握今天的国际大小事 奈及利亚东北部极端组织伯克圣地 2009年崛起不断攻击政府 最新一波造成48名政府军死亡 分析家认为伯克圣地攻击能力变得更精密 更有计划性 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 发生一名19岁阿富汗男子贾威 持刀行刺两名美国游客 嫌犯说荷兰人侮辱了伊斯兰教 警方声明贾威有恐怖主义动机来到荷兰 荷兰极右派的议员反伊斯兰 原本要举行伊斯兰先知 穆罕默德的漫画比赛 许多穆斯林不满随后取消 没想到还是发生行刺案 18个太平洋上的岛国领袖 齐聚在诺鲁 举行年度太平洋峰会 不过会议笼罩着 难民儿童寻求庇护 遭到拘留的阴影 诺鲁拘留寻求庇护者的孩子 造成精神压力 900名寻求庇护的人当中 其中100多人是儿童 7到12岁的孩子出现自虐现象 非洲国家领袖这星期 在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 为期两天 中国大陆提供60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 中非共同建设一带一路 对非洲投资 不会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也不会干涉内政 土耳其拘禁一名美国牧师 美国祭出经济制裁 土耳其货币里拉重贬 通货膨胀创下15年新高 土耳其央行会再召开会议 市场希望央行升息 平息里拉贬值危机 戴新闻许书妹编辑 新闻焦点回到台湾 目前登革日疫情持续的扩大当中 疾病管制署再度公布 新增6例的确诊个案 台中有4例 另外2例在新北市 尤其新北市的个案 首度出现在土城 不过个案的活动范围 非常的单纯 多半在住家以及工作的场合附近 因此将进行基因序列的比对 找到确诊的原因 因为案25它比较特殊 它跟我们目前所有前面案例的关联性 是比较低 虽然我们目前有一条的线索 不过这需要一些客观证据的支持 那我们也针对这样一个案例 对于周边接触者 我们扩大它的柴血 我们希望更清楚的厘清 它曾经有过的铺路史 它住家以及它活动范围内的 它工作地点 那还有周边它常活动的这个学校市场 那这几个大概是我们目前的高风险的位置 新北市卫生局调查发现 和工厂密集接触的人员当中 有人就来自新庄地区 不排除是未发病的疑似个案带入的 将会扩大踩血范围 而这两天也会加强的喷毒作业 防止疫情进一步的扩散 另外 新庄地区54岁的富人 研判是在附近的菜园感染 目前已经把菜园周遭都列入高风险地区 而且会管制人员的进出 宜兰在短短两天之内发生了四起落水意外 一共造成六死一失踪 地点分别在南方澳的内皮还有南澳 这两处美丽的海岸 怎么会变成恐怖的危险沙滩呢 专家就认为 可能是跟燕子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有关系 才会掀起长浪 使得游客被大浪给卷走 海巡人员紧急实施CPR 同时也在确离周遭游客 年元60岁富人 三号中午来到内皮海滩散步 却不幸溺斃 这已经是宜兰两天内第四起落水意外了 二号在同样地点 八岁红姓女童溺水 结果轻伤自行上岸 反倒是去救人的无姓游客不幸罹难 而在南澳的神秘海滩 则有五人都是在骑沙滩车时 遭到大浪卷走 只有中兴男子遗体在当天被找到 以目前早上的话 五点四十一楼有海巡署发现 寻货一名女性大体 七点三十五分的时候 金家族确认是那个 魏女士 四点四十分的时候 寻货男童 在十一点十五分的时候 又寻货一名女性大体 神秘海滩全长八公里 是观音自然海岸保护区 这里有海石洞 加上虾子松软等特殊地形成了观光秘境 但背后也隐藏危机 现场立有警告标志 不过还是有业者没有登记违法经营沙滩车 虽然一夜间消失无踪 可是回过头来讲 这边属于开放海滩并没有强制管制 民众该如何分辨安全区域 专家表示神秘海滩看似平静 但海岸线五米以外 水深都已经超过三十米 浪高有时候会超过四公尺 翻军起来相当吓人 提醒民众前往海边得注意气象资讯 更要穿上专业装备 并找有合格救生员的水域 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大爱神文 黄杰梁家明 宜兰报道 也是意外消息 前几天一辆乡行车 行进国道北上 北上呢 原山路段的时候 突然滑行翻覆 经过调查发现 原来是因为车辆超载 造成轮胎的松脱 专家就提醒 预防的方法就是 发现轮胎内侧 出现漏油 或者是行驶的时候 出现很大的噪音声 就要特别的留意 好好开车在国道上 没想到下一瞬间 前方车辆轮胎喷飞 吓坏后方驾驶 这个月初 一辆满载电子材料的箱形车 从同分要前往原山交流道时 左后轮出状况 整个车辆突然失控打滑 重到护栏翻了一大圈 行经北上49公里的时候 它的左后轮及轮轴脱落 导致翻车 我们初步带去过半 已是有超载的嫌疑 仔细看看照片更夸张 整个轮轴已经脱落 很躺在马路上 原本这种乡行车 最高载重1.85公顿 现在长期负载 看在技师眼里相当危险 如果重量过重的话 超过这个轮轴层的负荷 这轴层可能 里面的那个滚珠轴层会损坏 损坏以后 这个轴就没有办法 固定在正中心旋转 可能转久以后 这整个外壳会被它弄到变形 那就没有办法固定住 技师认为 只要里程数达到四五万时 就要进行检查保养 但更要注意人为疏失 因为只要这固定板的 四颗螺丝没锁紧 一样会让整个传动轴松脱 你会觉得轮噪声变比较大 油风或有没有肾油出来 如果肾油出来 几乎就是有可能 它已经是磨损了 专家建议 一旦发生轮胎脱落 要保持冷静 紧握方向盘 别踩刹车 慢慢滑行靠边 驾驶命大 只有轻微手部挫伤 但根据法规 轮胎皮或是机械掉落 都得先吃上 三千到六千元法单 大家新闻就车里健宽 台北报导 在例行健康检查的时候 一定都会验胆固醇 而胆固醇的指数要多少 才会合乎标准呢 透过报导带您一起了解 360健康密码 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总胆固醇与高密度胆固醇的比值 最好要小于5这个数字 翻开健康检查报告 一定会有这一项 胆固醇检查 又分成高密度跟低密度两种 其中总胆固醇 与高密度胆固醇的比值 是重要指标 希望它能够小于5 如果说你大于5的话 代表说你的总量高 然后你的好的胆固醇 不够 那可见这中间坏的胆固醇的比例 可能是占了比较多数 总胆固醇是高密度 加低密度胆固醇 再加上五分之一的三酸甘油脂 高密度胆固醇 负责把坏的低密度胆固醇 带到肝脏代谢 是属于好的胆固醇 因此数值高是好的 总胆固醇与它的比值 控制在5以下比较健康 非药物的方式 最有效的还是运动 比较会影响的 第一个还是动物性脂肪 从动物性脂肪减少 是一个首要的一个部分 如果从饮食跟运动着手 没有改善 就要考虑就医 透过服用药物 维持胆固醇正常 避免引发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大爱新闻张桂端 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墨西哥919强症即将戒满周年 慈悸的爱没有离开 这几天 志工们回到重灾区 在德拉奇举办了议诊 此机在德拉奇举办议诊 多了几个年轻面孔 几乎是第一次参加 可别小看年轻人的服务品质 也是相当要求 不过医师们帮病患看诊 耗食费力 好在有一群学生 谁就翻译让沟通顶距离 最初我感到感到疲惹 不懂读英语 但是我感到保持安全 因为你们很友善 医师也感到信心 那他们有一些是英文比较好 有一些英文比较不好 所以他知道 因为最主要是真的有时候 做这些议诊 语言的功能还是非常重要 清洗 清洗 还有志工邀约当地开业的医师们 前来协助议诊 ¿Cómo me siento? Me siento muy bien me siento muy feliz de poder estar ayudando a la gente de mi comunidad y les agradezco mucho el haberme dado esa oportunidad porque yo creo que sin Suchi no es generar el espíritu en médicos en enfermeras y en personas en general para que una jornada médica como esta si se dan cuenta hay muchas pacientes entonces sea más la participación de ellos y se haga más con amor rima gracias 这群志工大多是地震受災户 因为災难相惜 接受慈濟帮助之后 开始因为爱而相聚 在新闻旅士轩登映中 墨西哥报导 也是疫诊 美国南加州有一个慈善团体 邀请慈濟来举办疫诊 提供了医疗服务之外 在疫诊现场还举行了食物发放 打麻药 动手术 卡尔拉终于拔除蛀牙 对 非常痛苦 每天都会哭 因为没有钱 他一早来到疫诊现场时 还有点难为情 感觉很欢迎 感觉像大家都在 努力帮助你 对 努力帮助我 努力帮助我 帮助我 让我更好笑 盼望之家 天普市百年狮子会 美国慈激医疗基金会 与西科维纳市政府 举办首次联合议诊 这些医师们都非常有爱情 因为他们就在社区 这样子不但让他们做好事 帮助当地的居民 同时也让我们实际更深入到社区 因为我们的诊所就在附近 那未来呢 我们希望在 威斯科维纳市 能够至少一年 做个三次或者四次 这样子的疫诊 趁这个机会 也是希望 让华人知道 对自己的健康 你自己也要照顾到 不只是只有 只是每天只有工作 不管是哪一个宗教 我都希望他们 来共享成 因为你是做对的事情 关心低收入家庭和兼有 食物发放 也为他们的饮食 补充一些营养 来 新闻知识美职工 张敬仙 李建群 陈慧宇美国报道 辽国水坝溃题 慈济志工到当地震灾 华人是这回震灾 非常重要的推手 根据统计 辽国的华人 大约有十多万人 不过之前 他们对慈祭很陌生 以为志工们 只会送完物资 就会离开当地 没有想到 志工还深入灾区抚慰 更主动地要求 访识贫困居民 让他们相当地感动 灾区路颠簸 辽国实业家陈振辉 连着好几天 不只开车在志工勘灾 也当翻译和官员沟通协调 水坏前 他从来没听过此迹 第一 语言又不同 官员就是 打明跟他又没有亲戚 又何必 都不太辛苦 半信半疑 直到从网络得知 许多国家受到帮助 蓝天白云身影 真的是来伸出援手 你们是用手做 用脚心 用心来感受跟哉明 所以与众不同 我们就是看到这一点 辽国百系是辽南华人华侨最多的城市 百系中华理事会汇聚善力量 办学提升教育程度 让中文扎根传承 在地的慈善组织 还有百系重德善堂 捐棺木助贫苦 将来我们发放完了之后 我们希望 我们在当地的华人社会 能够接棒 帮我访试 实战工作怎么做 那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我们怎么给他正确的理念 四季志工真诚接应 期待菩提种子 丽丽萌芽 持继的人的心 都是非常的完美 有爱心 这些爱心就是 以后是永远永远的温暖 这里的灾民 辽国救灾极众人之力 来自泰国的马拉 是嘉义科医师 会说辽语和中文 也到灾区付出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告诉实际 然后我觉得实际会找人 可是过来帮他们的 无常灾难成就善因缘 人间菩萨从地涌出 此季志工一路坚持 启发源源不绝的爱心 农历七月接近尾声 这段时间以来 各地的志工用心推广 七月是吉祥月的正性观念 今天志工早会 正应让人再一次地强调 真正的信仰是介慎 虔诚 亲近内心 要提升信仰的志士 不然就会变成了迷信 因为人心如果不够亲近 天地怎么能够平安呢 农历七月 实际都是一直在说 吉祥业 迷信 弃除掉 我们投入人间 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 看到了南非的一大群 听来的话 他要传给年轻人 要用什么法来传 用细剂 比辣 要怎么 他们的实行 总是无私 还是接受无私的治疗 但是有的志工 就用智慧辅导 要他去看医师 后来自己 这个病人自己 想要正信不明 真正的专心吃药 就这样 就身体康复起来 可那他们还是一片精进的心 我们有这么庄严的道场 能不精进吗 但愿要祥和社会 人人有机会闻道慈悸 人人有机会点滴来付出造福 人人有机会投入志工 这才是社会祥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新闻最后带您看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 澳洲大宝礁正在积极地富裕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十点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